大家好,我是Stan Ivo强王娘因为吃草莓的样子而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不高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4月9号,再一个综艺节目公开了Ivo的宿舍 当天,成员们聚集在客厅一边吃着水果一边聊天 而在这个时候,强王娘用两只手拿了颗草莓,非常可爱的吃了 但是在这个节目播放后,马上就在论坛引起了热议 是连小孩吃草莓大,孩子们吃东西都会这样,很像小孩子 卸下舞台化妆后,就会看起来很乖乖,好可爱 虽然有很多这种正面的留言,但是相对的也有非常多这种留言 布装也会漂亮的年纪啊,连我都感到羞耻 好像有点中二病,以后他自己也会觉得丢脸的 因为在镜头前,所以太夸张了,太在意镜头了,好倒霉 为了装可爱用两只手吃草莓,这不是太在意镜头了吗? 我能赌上我的双手保证 今天如果强王娘用一只手很随意的吃了草莓的话 那些看不好他的人一定会酸他 这就是他真正的样子,怎么上个舞台就装漂亮的拍奖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些酸民们的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第一次看到吃个草莓都要被酸的女爱的哦 只是吃了个草莓,抢王娘在所有论坛都引起话题了 怎么就跟网剧女主一样呢? 吃草莓用一只手还是两只手都被你们审查 还怎么能在意镜头呢? 在酸他在意镜头之前,先丢掉什么都要审查的那个德性吧 你们真的太可怜了,不喜欢抢王娘的人特征 每天去找抢王娘的影片看 可可 对于抢王娘用两只手吃草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BG新币在Qndom2的精彩片段 一出道就创下了首周专辑销售量记录 拿下了音乐节目一位 抓住全世界粉丝的怪物新人CAPLA 哎呀,怪物新人?怪物新人是我们吧? 我们是新人IDOL 我们是神智IDOL BBG 在Qndom2第二集开始前播放的预告影片中 有行逼的嘴背马赛克的片段 而在一般的情况下 应该是说了很严重的话的时候才会打马赛克 但其实 行逼只是在发呆 虽然粉丝们都觉得Made的恶魔剪辑很过分 但是行逼本人却表示 啊?昨天嘴上的马赛克? 嗯,我什么话都没说 害我吓了一跳 以后要给我装饰的话 不要用马赛克 希望能给我用花、爱心、猩猩王冠来装饰 不过很有趣 什么时候又能有机会嘴背打马赛克呢? 所以不要担心 拿笔只要享受就好 我们要变成钢铁拿笔 我们拿笔们心肠这么软 要怎么在这种世界活下去呢? 这姐姐担心你们 钢铁拿笔可可 行逼性格太好了可可 行逼啊,姐姐好像要入坑你了 以下是行逼跟五九村女恩赛的对话片段 好久没化妆见面了 对啊,你脸都齐缺了 不是开玩笑的呢 像个人了 也吃了点蒜头跟哀草 谢谢两个人将Q弄图做成综艺 太有趣了可可 两个人原来关系这么好 好好笑可可 希望M9能继续恶魔剪辑行逼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